这边排了好长的队 还要买什么鸭子的 这么多人在排队呢 我们也来排个队 买只鸭子尝尝啊 这要等多久啊 鸭子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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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子有油炸出来了 对 鸭子有油炸出来了 先先腌制好 然后又油炸出来了全部 二十九块八嘛 香嘴鸭买了一只啊 大家我是老田 买了只鸭子 闻着挺香的 不知道味道咋样啊 这个店好像也是刚开张的 因为最近我走这里啊 总闻到一股这个香味 看到那边排的好长的一个队啊 呃我以为是干嘛的呢 今天买了只尝尝啊 买个有机花菜 三分之一就爱差不多 番茄过两个 放点毛豆皮 11块3 11块钱 再买个素菜回家炒炒啊 准备了一小半这个花菜 呃今天准备烧一个这个茄汁花菜啊 花菜怎么挑选呢 一定要挑选这个杆子长长的 这叫有机花菜 那个短短的那个不脆也不好吃 今天我儿子没有在家里 呃我老婆在外面洗衣服 买了只鸭子 再烧个这个素菜就可以了啊 两个人呢简单一些 切好的这个花菜呢 我们放到这个水里面 呃用清水给它浸泡一下 浸泡的时候可以加点盐 今天我们放两个番茄在里面 番茄呢我们给它打一个设置花刀 等一下要把这个皮给它去掉 锅里先加一点水 水开以后呢把番茄下锅烫一下 这个番茄呢把皮煮这个卷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啊 不要烫时间太久 然后把这个毛豆下去再煮一下 这个番茄呢我们把皮给它去掉 烫过了以后呢一接就截掉了这个皮 番茄再给它切一下 两个番茄两种切法啊 一个呢是这样切大的滚刀块 还有一个呢我们要给它切丁 为什么要这样切呢 切丁呢可以炒出茄汁 切大块呢炒出来之后 能够看到这个番茄在里面 颜色呢也好看一些 毛豆煮到断生以后呢 我把花菜放进去焯一下水 这个花菜呢不能焯水太久 煮过头的面面就不好吃了 水一开呢我们就差不多了 给它倒出来 锅里少加一点油 油了先把这个番茄丁给它下锅 先把这个番茄丁子里面的番茄树给它炒出来 我们给它炒到什么程度 就炒到这种泥一样的啊 然后里面番茄树全部炒出来了 帮助焯水的毛豆和这个花菜 一起给它翻炒一下 再来少割一点水 加一点盐 拿一勺糖 帮助前面切好的这个番茄块 开大火 给它一起翻炒一下 大家如果觉得这个颜色不够呢 还可以加一点这个番茄酱在里面啊 因为这个花菜和毛豆提前都是煮熟的 我们这一步呢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啊 出锅 这个是油炸的啊 哎呦全是油啊里面 我那是香是很香的这个东西啊 你买的鸭子啊 哎 弄的我满手都是油炸的 哇 那个辣椅粉呗辣椅粉拿过来 来 他这个鸭头还在了啊 这个鸭头闻着太香了 我给它撕一下 谢谢大家 谁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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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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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